怎么还有 是什么样 不知道啊 怎么还有 手有颤抖 灵魂拷问 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入学测试 接下来休学旅行正式开启 第二阶段 休学团将前往独库公路 进行自驾之旅 我们会途经古丝绸之路要塞 库车依宁 你们去新疆记得帮我照顾好了 前两三天我不在 接下来我准备去养衣会 好的 当然放急 然后你们记得在电视上看 尝试看看我 好 我们一直会指着电视 打 狙狙 小狙狙 小狙狙 注意哦 休学团还将迎来一组神秘的新家庭 好 他们会是谁呢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别动那个麦 哦 不好意思啊 怎么了 紧张了吗 不会不会 他有点镜头恐惧症 脸部开始僵硬了 没意思 你别动 解释一下 队众 他是 施伯雄 然后小名叫肥雄 他是我的 未婚夫 这一次也是他第一次来到节目上 然后他的职业呢 是一个网络科技男 他是吴总 他是我的另一半 因为我很尊重他 所以就教你吴总 然后 我做什么的 你是一位演员 非常优秀的演员 我们在一个 被婚的状态吧 然后明年就会 就是有一个 比较正式的一个婚礼项 对 平常在一起 是一个什么样的 小女生呢 我们 互怼吧 通常都是你 人生攻击我 对 他就是不是那种 一眼帅哥 他是那种 一白眼帅哥吧 他在丑跟帅之间徘徊 他起来 真的很像那个悲伤我 你也无所谓的 因为反正我做的事情也 都外表无关 对 可能大家会根据我 这么小就进在圈子里面 会比较多 别人给我的一些标签 就是你养着我 经济上的猜测也好 那实际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完全没有 经济还挺独立的 是 很多很多人 抛出来的东西都会 问我 然后就让我 出个书什么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看到 我们日常的样子 看完之后 自己感受怎么样 你们自己来定义 这就是 每个人都在 中间的学生 我也知道 其他的嘉宾很多都 已经有小孩了 已经过着一个 比较稳定的婚姻生活 所以也是挺想看看 他们的状态 然后有很多的问题 想要问他们 对于婚姻有哪些疑问吗 我最大的疑问 就是孩子这一点 到底是怎么样 可以兼顾好工作跟孩子 大家怎么去分工 经历是谁付出的比较多 他的财政大权 到时候是怎么样 钱谁管 你来管 说的什么话 还有一个 辛辣一点的问题 如果婚姻之后 遇到另外一个 有点心动的人 要怎么办 我觉得肯定会有 一辈子 只喜欢一个人 不可能吧 不是说我不想做到 只是我理智地来说的话 因为我觉得有点难 因为我觉得十几年之后 肯定爱情的成分 应该会很低吧 我的看法是 我觉得肯定会发生 你 你 你觉得肯定会发生 没有 没有 我一次是 对不起 我去更正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要一起走 然后现在还走了很远 一小部分 对 我反正我是没有信心 让你不喜欢别人的 没有信心吗 我有 希望我们得到我们之前好奇的答案之余 在他们身上应该学习一下 怎么样去当好丈夫或者妻子 我还能给你们 专门 所有 squirrel 您 好 两位好 你好 您坐 好的 您好 认老师你好 你好 你可以坐 做的心理测评的报告 那我就先来从优势讲起 那么第一个优势 你们的性格特点 相似之处是很多的 比如说你们都是有 很自律和专注这样的特点 做事情比较有规划有坚持 责任感比较高 第二个优势 就是在你们的关系中间 你们在生活层面的一致性 是非常高的 表现在你们的共同爱好 是有一些重叠和一致 比如说旅行等等 所以这些可以预测说 你们未来生活的协调性 会比较好 第三个优势 其实你们两个人 对彼此都是很高的 评价和认可 因为我觉得有 别人的一定的认可 特别是他的认可 我觉得是开心的 那我们这个优势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转入到 你们可能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对婚姻的准备性还不足 特别是对经营 未来家庭的信心 千语是打了80分 伯雄是75分 两个人的话 应该是非常OK的 但是在孩子最快 还没有得到共识 或者是计划 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们在 爱的表达上面还不足 我可能会表达关心 可能会表达其他的东西 但是我不太会直接跟那个人说 我很喜欢他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有点说不出来 说不出口的感觉 对 第三个问题 在我们依恋模式的测试里面 是伯雄是容易感到焦虑 有点不安全感的 嗯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千语的情绪 有很多的克制 舞台在伯雄面前 表露一些脆弱的情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